已經屆滿一百天的尾巴衝突 被挾持的人質的家屬 呼籲政府趕緊的解救親人回家 因為他們看到這段影片 根據哈馬斯最新公布的影像 他們擔心有三名人質遇害 如果你的家人身處戰區 命在旦夕 音訊全無一百天 你還抱希望嗎 哈馬斯週末公布 三名人質的新影片 包括終以混血女孩阿加瑪妮 哈馬斯擠牙膏 隔天才會公布他們的命運 還嗆聲說很多人 只可能已經罹難 都是以色列政府的錯 就連加水認為 政府根本就沒有認真救人 台拉維夫聚集1.2萬人示威 當面洗臉總統賀佐格 以色列不肯放棄軍事行動 先救人 家屬越聽越不耐煩 頻頻開槍 而現在在以色列的大街上 幾乎人人都佩戴特殊的軍用狗牌項鍊 上面用希伯來文跟英文寫著 我們的心跟加薩同在 帶人治回家 所以所有人都陪伴 這是一個大家庭 所以我們只能表現 我們在一起 我們站在一起 以色列人靠著精神信物集氣 衝突過後100天不放棄希望 體會前送不到 剛剛我們在報導中知道 尾巴衝突已經近滿100天了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發表最新演說 他再次的重申 要殲滅哈馬斯 同時也要解救人質 找給記者李作恆 好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不對 我們看到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在百日前夕進行了演說 他就提到說 以色列還是會持續戰鬥 直到全面勝利 而且還說要揭秘哈馬斯來釋放原制 而且會維持他們在加薩的軍事行動 只是這樣的說法 聽在加薩的居民而立 恐怕當然是相當的沉重 因為加薩居民他們也說 這衝突到現在 讓他們感覺雖然只是100天 可是好像已經是過了100年這麼久 為什麼 因為像是面臨到寒冬中 可是只有臨時的帳篷 可以讓他們稍稍的保暖一些 那麼甚至一個月只能洗一次澡 也造成當地有很多的疾病 開始傳播 在1月14號屆滿100日的時候 我們看到美國媒體就統計了 說死亡的數字 已經來到了2.5萬人 受傷的有7.6萬人 撤離的則有205萬人 建築毀損的大概是45%到56% 雙方所發射的這個武器 也有4.3萬枚 夜門的判軍在近幾個月 威脅到了鴻海的航運安全 那麼傳出 美軍連續兩天轟炸相關的設施 根據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說法 效果似乎不如預期 再把時間交給作痕 好 接下來看到這場衝突 我是夜門胡塞組織 從去年的11月開始 屢屢了襲擊 新京 鴻海的這些商船 而現在也被注意到了這樣的行徑 所以美國連日發動了轟炸 戰斧飛彈是打擊了 他們的雷達戰 而其實根據紐約時報 就引述兩位匿名的 美國官員的說法 就是說軍方也是首次的 詳細了評估這樣的行動 他們就說雖然打擊超過60個目標 但是對方還是保有75%的攻擊能力 為什麼 因為就提到說 導彈是安裝在移動平台 它可以隨意的移動 隨意的隱藏 而根據美國和歐洲的情報機構 就說他們沒有投入太多的心力 來收集他們的防空系統 彈藥庫等等的資訊 所以也導致這一次的攻擊效果 不如預期 再看到是商船為了防止行精 鴻海被攻擊 紛紛傳出聲稱與大陸有關聯 再叫個作痕 好 就是這樣的攻擊 也要讓這些商船 可以說是人人自圍 怎麼說 因為彭博就提到說 近來最少是有五艘的商船 他們在國際航運的訊息當中 特別的住民備註上面寫說 他們的船上全部都是 大陸籍的船員 這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免 遭受到胡塞組織的攻擊 而上市我們就舉例 有一艘這個商船 它的資料其實顯示 它的船籍是賴比瑞亞 那麼這艘船 它從1月3號在大陸出發之後 1月25號抵達了埃及的香港 那麼訊息就上面備註說 他們全員都是中國大陸籍的 另外也有四艘船 他們註明說 自己和以色列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擔心他們的船員 人身受到安全上的疑慮 而1月7號的時候 胡塞組織也提到說 只要這些通過紅海的船隻 他們可以證明說 跟以色列沒有關係 那麼就不會遭受到攻擊 看完了更多國際訊息 還要知道更多的內容 也可以掃描我左手邊的QR Code 下載TVBS新聞網APP 就能夠一手掌握